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您收看神说人说 今天要跟大家聊聊的主题 是一种要用植物 圣经中多次提到它 就是神说人说 是激烈的乳香 Balm in Gilead 在2020年的一开始 中国就遇到了艰难 新型冠状病毒在武汉爆发 并且造成大规模的传染 全国每个省区都有病患 造成数千人失去生命 也在许多国家开始有了疫情 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 最大的麻烦 就在于医药界找不到 完全对症的药物 也没有完善的防范手段 目前为止 只有美国的一种 正在研发中的药物 本来是用来对付 伊波拉病毒的瑞德西韦 在临床使用上对新型冠状病毒 有一定的治疗作用 而这款药的开发生产商 是美国一家总部在北加州 以科研为主的生物制药公司 吉利德 在台湾的注册名称是吉利亚 吉利德是一个地名 在中文圣经中翻译为吉列 吉列是在约旦河以东的山区 在今天的约旦境内 在古代是以色列的土地 他的北部有一条亚木河 中间有一条亚伯河 河的北岸是巴山 西南部是摩崖平原 东边是亚蛮人的地盘 在中文圣经中 吉列第一次出现 是在《创世纪》第31章 当时雅各带全家人 悄悄地从舅舅拉班家出走 要回到迦南地区 在吉列这里 雅各与追赶而来的舅舅 有一番对话 然后他们彻底分手 再不见面 在吉列发生过很多历史事件 比如大卫王在他儿子压沙龙 叛乱期间 曾经逃到吉列的马哈涅避难 后来压沙龙在吉列的橡树林中 被人刺死 又比如 著名的北国先知以利亚 寄居在吉列时 发出天不下雨的预言 在旧约圣经耶利米书第八章 有一段话提到 吉列乳香 先知耶利米问耶和华神 Is there no balm in Gilead Is there no physician there Why then is not the health of the daughter of my people recovered 在吉列岂没有乳香呢 在那里岂没有医生呢 我百姓为何不得痊愈呢 Bomb in Gilead的中文就是 吉列的乳香 这是先知与神的一段问答 这之前的第八章第十九节说 听啊 是我百姓的哀声从极远之地而来 说 耶和华不在西安吗 西安的王不在其中吗 耶和华说 他们为什么以雕刻的偶像和外邦虚无的神 惹我发怒呢 可见当时苦不堪言的百姓 都不明白为什么受苦 还质问为什么神不在西安 也不搭救他们 神告诉百姓 是因为他们背弃神 百雕刻的偶像和外邦虚无的神 惹我发怒 而第二十二节说 在吉列岂没有乳香呢 是告诉悖逆的百姓 只要抛弃偶像 认罪悔改 神就避讳医治他们 拯救他们 后来 先知耶利米也曾对埃及发预言说 埃及的民啊 可以上激烈取乳香去 你虽多服良药 总是突然不得治好 在当时 犹大国的君王 以为埃及是强大可靠的盟友 神却让先知宣告埃及犯下了败偶像的罪 预言埃及必被巴比伦击败 不过神也应许 埃及在悔改之后必有复兴 乳香是一种药材 而激烈的乳香则代表了属灵的医治 数千年来 激烈山区已出产香料和草药文明 在圣经中 乳香既是药材 也是圣殿燃香和献祭的重要原料 还是珍贵的礼品 在激烈地出产乳香有两种 一种可以提炼出药油 治疗伤口和防腐 先知耶利米提到的应该就是这种 另外一种能治疗关节炎和舒缓呼吸系统的病症 这两种乳香都是治病的良药 激烈乳香在许多的神学、文学、诗歌、影视作品中都出现过 今天我们只介绍一首合唱曲 Balm in Gilead 激烈的乳香 这本来是一首独唱歌曲 后来由约翰·魏斯里牧师改编成了合唱曲 又编入了1915年出版的《美国黑人》歌曲集 华人将会出版的《今日圣诗》也选入了这首诗歌 在18、19世纪 有许多非洲黑人被卖到美国做奴隶 他们家破人亡 被奴隶主任意凌入买卖圣货打杀 在苦难和黑暗中 他们向耶稣呼求 从主得到盼望和安慰 我们来听听 在激烈地有乳香 能医治人的创伤 在激烈地有乳香 能医罪人的心 在疾病和恐惧笼罩世界的时候 唯有掌管万有的神 能医治 能拯救 能带给人类新希望 谢谢您收看本期的 神说 人说 我们下次再见